重读经典,恩典再燃 重读针燃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倾吐心意 作者,謝廷博士 声演,Amy 环球圣经日本 《针言》一章二十至二十三节 智慧在街上呼哭 在广场阳声 在闹市中心呼唤 在城门口发言,说 幼稚的人,你们喜爱幼稚 傲慢人自己贪爱傲慢 欲望人恨惚知识 要到什么时候? 你们要转过来 注意我的宅备 我就向你们倾吐心意 告知你们我要说的话 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 来默想这一段经文 智慧在街上呼哭 在广场阳声 在闹市中心呼唤 在城门口发言,说 幼稚的人,你们喜爱幼稚 傲慢人自己贪爱傲慢 欲望人恨惚知识 要到什么时候? 你们要转过来 注意我的宅备 我就向你们倾吐心意 告知你们我要说的话 语经结年 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有两个字值得留意 第一个字是心意 或者译做灵 智慧的灵与神的灵连接 第二个字是倾吐 而圆文在这里是使逆形式 有流出来的意思 作者在这里用二人法 将智慧比喻为一个妇人 她在街上向不追求智慧的人呼喊 要他们因为智慧的责备而回转 幼稚的人 傲慢的人 和愚望的人都不喜欢智慧 他们需要的是 要愿意接受智慧的责备 不单是这样 还要因为智慧的责备而回转 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如果能够这样做 智慧就会向他们倾吐心意 并且让他们知道智慧的言语 因为智慧的灵 和神的灵相连 若觉得到智慧倾吐心意 就是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 你愿意自慧向你倾吐心意吗? 可以怎样能够得到智慧向你说话? 你需要听从智慧的责备而回转 最近有什么意念或行为 是受到智慧的责备呢? 你又有没有回转呢? 这一刻 让我们再一次默想这一段经文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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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